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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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我这主意咋样 不愧是军长 你这主意太棒了 我这司令让你当两天 真的 鬼子来了 怎么办 来得正好 把他们全收拾了 瞄准 怎么扣不动 扣不下去 难道怎么扣不动 枪坏了 肯定是 我看人家的枪 一扣就下 怎么会这样 真倒霉 安静 安静 尽快爬得快 好险呢 哪里跑 咱们和鬼子拼了 你给我进去 放开我 太军 这两个小子偷枪 走了 给我 给我老实点 给我老实点 为什么要偷枪 因为要打你们这些 日本鬼子 说什么呢 这是太军 不是鬼子 不 一定有人指使你们偷枪 您说的对 这两个小子 连枪怎么开都不知道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们 说 是谁指使你们偷枪的 是本司令 自己决定的 跟别人无关 你是什么司令 我是巴鲁军司令 这个 不 这不是你这个毛派司令的主意 是马鱼海 太军 你搞错了 马鱼海已经死了 八嘎 闭嘴 说 是不是马鱼海 马鱼海 他还躺在地下睡大觉呢 对 我们偷枪 就是为马鱼海报仇 黄队长 看来我多疑赖 请原谅 没关系 这算什么 您就是打死我 我也心甘情愿 去 把抓来的名副全部交过来 是 你们很勇敢 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中国小孩 不要怕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我们搭日本皇军 是来中国监守王道乐图的 你得明白吗 谁相信你的鬼话 你们太小 不懂事 以后你们就会慢慢明白的 我们搭日本皇军 是非常仁慈和宽容的 你们回去吧 什么 放我们回去 师弟 走吧 去吧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你可别反悔了 我以天皇陛下的名义 向你们保证绝不反悔 我们来中国 是为了建设王道乐图的 让你们中国人有饭吃 有遗传 我们打日本帝国是仁慈的 你们等等 你反悔了吗 没想多了 这是我们打日本帝国的糖 好吃的 来来来 糖 初王 谁要你的糖 我们中国有的是 走 初王 别担心 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 好样的 真是好样 财君 我可什么都没有听到 真的 这俩小孩真不错 真好 真是个小英雄 不许说话 谁敢再出声 小英雄 小英老子 小英老子 蹦了他 小铁 你真行 叫我司令 我刚才 差点上了老鬼子的凳 还想让我们当罕奸 门都没有 山本的脸 拉得有这么长 明天咱去黄狗皮家给他捣乱 把拔刀圈给他用上 让他拉一年 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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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哪去了 来福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快跑 快跑 山本这个老鬼子 果然耍赖 臭娃 小铁 等等我 小铁 快跑 你快跑 你们是 老村长 小铁找到了吗 村里村外 附近两个庄子都找遍了 没有啊 这孩子驴脾气 我怕他真的找鬼子 去报仇去了 要是小铁有个好歹 我 一 这 爺爺 几个带枪的人进咱村了 看清什么人了吧 天黑 看不清 有好几个人 是小铁 爷爷 小铁 你跑哪儿去了 快救救臭娃 它被鬼子打伤了 小心 臭娃 臭娃 二虎 爷爷 臭娃咋样了 别担心 伤得不重 快 把我的金疮药拿来 都是你 臭娃才弄成这样的 你出去 出去 你给我出去 妞妞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找不到你 军分区的首长都急坏了 王区长 这次多亏了小铁父子俩救了我 我没想到 小铁性子这么厉 这两个小子 能从鬼子老屋里回来 可不简单 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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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娃命大 是轻伤 过不了几天 又活蹦乱跳了 马队长 我 别说了 还没吃饭吧 来 趁热吃了 马队长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丑娃受伤 我只想为我爹报仇 我没想到 丑娃受伤 小铁 我明白 不只是你爹的仇 还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仇 要找鬼子报的 马队长 你说怎么干 我听你的 好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嗯 毛主席说 保存自己的目的 在于消灭敌人 而消灭敌人 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 咱们要想打鬼子 就得先活下来 嗯 要想活下来 就得挖地道 这是论持久战里面告诉我们的 论持久战 对啊 我在上门办公室 看见那个老鬼子 正在琢磨这本书呢 哦 是吗 鬼子怕的就是这个 马队长 让我参加游击队吧 我不怕死 不怕苦 小铁 你年纪太小 还不能参军 等你长得比强高的时候 就可以参军了 嗯 听老村长说 你老是不肯吃饭 哦 要是长不大 那参军可就没指望咯 哈哈哈哈 区长说的没错 哎 哎 你干什么去 挖地道 区长 二胡 你们看 这地道挖得多好 不仅可以藏 还可以跑 只要改造好 还能打呢 哎 马队长 我看这事行得通 对 咱们跟鬼子打地道战 好主意 嗯 我们就在村里发动群众 组织民兵 利用地道打鬼子 我同意 可 我就怕我一露面 消息传到鬼子呢 又给乡亲们惹祸 乡亲们早就知道你在这里了 老村长 把药喝了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没人往外说 你就放心吧 只是 这发动群众 组织民兵的事 还是得你们出面才成呢 光组织民兵还不行 没枪了 这个交给我 我去部队上汇报一下咱这儿的情况 请上级支援我们一下 太好了 嗯 乡亲们 集合了 集合了 这是怎么 是 是 是 不会是 日本人又来了 这也不会吧 不会了 大家静一静 听我说 这位就是 八路军游击队队长 双枪爆炸大王 马玉海 这位是 负责咱这片区 抗日工作的 王区长 他们有些话 要对大家说 乡亲们 我是马玉海 这段日子 多亏了乡亲们的照顾 我的伤好了 可过不了几天 麦子就要熟了 鬼子又要来征粮了 我想咱们村 组织起民兵队伍 配合八路军 跟鬼子干一仗 乡亲们 乡亲们 上一次高五 不光救了马玉海 也救了咱们全村 鬼子杀人 抢粮 把咱们往死路上逼 我希望 大家团结起来 保卫咱们自己 老村长 我们恨死小鬼子了 可是小鬼子厉害啊 他们有枪有炮 咱们打得了吗 就是 乡亲们 小鬼子再厉害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 就一定有办法收拾他们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你们游击队 打了就走 可我们上有牢 下有小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啊 是啊 马队长 咱们还是别招惹鬼子了 咱们都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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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我听老村长说 臭娃原来是城里人 上过学 可两年前 日本鬼子来了 臭娃的爹妈 全被鬼子害死了 他一个人流浪到咱们村 饿倒在路边 乡亲们 你们看看 这附近的村子 哪个没有被烧过 抢过 杀过 难道我们不抵抗 鬼子就不会来抢粮 杀人了吗 马队长 我参加 我要给我爹报仇 给冲娃报仇 小铁 我也参加 小铁 我也参加 嗯 嗯 嗯 我参加 算我一个 也算我一个 我也参加 我参加 我参加 我也参加 我也参加 我 我参加 就别管不得 对 我们就别管 我们就知道 我参加 我参加 我们就爱 他 用